用经济学的思维更靠近财务自由 大家好 欢迎来到BOSS经济事件 我是BOSS 今天 我们就先从最近的这条经济新闻讲起 2024年10月21日 中国的LPR再次全面下调 一年期LPR降幅创历史最大 五年期LPR也下调到历史最低点 乍一看 这些数据读起来挺喜人的 好像是一个带动经济回暖的利好消息 可是 各位有没有想过 这背后究竟藏着什么呢 好了 让我们来深挖一下这次LPR的下调 以及它背后隐藏的那些不为人知的经济真相吧 首先 到底什么是LPR LPR为什么下调会引起这么多关注 很多观众可能还对这个名词有点陌生 那BOSS就来给大家科普一下 LPR 即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它是由多家银行共同报价并加权平均得出的基准利率 简单点说 这个数字直接影响到企业贷款 房贷等各种借款成本 当LPR下调 企业和个人借款的利息负担会减少 这意味着资金可以更容易的流向实体经济 听起来是好事对吧 房贷便宜了 企业借款不那么贵了 经济应该会变好才对吧 但问题是 这一次的LPR下调究竟是在解决经济问题 还是它本身就是经济困境的表现 咱们一层一层来拆解 中国的LPR从改革以来就一直在慢慢下谈 2024年10月的这次是最大的一次降幅 一年期下调25个基点 五年期也跟着下来了25个基点 这可不是小数目 要知道 这模大的利率下调 可不仅仅是因为当局 心情好 就决定多给大家一点好处 这恰恰反映出了中国经济当前所面临的深层次问题 我们先看看 为什么中国央行会这么频繁的下调LPR 答案不言自明 经济需求疲软 内需不振 看看今年以来的数据 2024年前三季度的GDP增速依旧看起来提不起劲 尤其是民间消费和企业投资双双陷入了疲态 你减少了企业的借贷和融资成本 但是问题在于 企业要借钱有个前提 那就是得有生意可干 需求不足 工厂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 企业赚不了钱 哪来的扩大再生产和增加投资的动力 这样一来 即使贷款成本再低 他们依然不愿动手 再看看老百姓的侧面 尽管房贷利率下降了 可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早已过了快速起飞的黄金时代 一线城市的高房价已经让很多年轻人望而却步 再有 再降一点利息 真能解决大家买不起房的问题吗 BOSS跟你们说 根本解决不了 房子负担太高 收入增长赶不上物价涨幅 结果就是 居民的消费水平下降 大家都在谨慎消费 五金口袋 这还怎么拉动内需呢 有意思的是 专家们总是声音很大 说什么LPR下行会带动社会融资成本的降低 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 这话听上去有点道理 但其实 这就像往一个露气的气球里打气一样 根本无法解决问题的根源 实际上 中国的经济问题不在于贷款利率高不高 而在于整个市场本身信心不足 你就算把利率降到再低 企业不相信有稳定的市场需求 老百姓没有收入保障 这样的消费和投资怎么可能带动起来呢 来 我们看看最新的数据 2024年第三季度 中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仅为3.9% 民意增长还不及往年 更别说扣除通胀后的实际增长了 总体消费也是持续低迷 8月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同比仅增长2.5% 试问在这样的背景下 降息真的能把这些需求不足的问题解决吗 我看八成还是事倍功半 再来谈谈房地产 我知道很多观众都在关注房价 尤其是操心买房的朋友们 这次五年期以上 LPR降到了3.60% 这对于买房的人来说 听起来是个不错的消息 利息下降了 月供减少了 按揭贷款压力 看似也小了些 但实际情况呢 兄弟姐妹们 这在BOSS看来 其实救不了仍然在水深火热中的 中国房地产市场 今年以来 中国的房价一直疲软 许多城市的楼市成交量 持续下降 特别是一线城市 北京 上海和深圳 房价虽然高淡成交冷 很多楼盘都有大量库存 而二三线城市更是惨烈 很多已经出现了频繁的降价潮 房价们急于卖房 可是可惜的是 接盘侠不多了 卫石膜 老百姓不愿继续背负过高的房贷压力 过去十几年 房地产市场是一个造福神话 但是现在楼市的黄金时代过去了 住房保有成本升高 居民预期收入增长却在下降 老百姓自然变得更加谨慎 再怎么降利率 以目前的经济增长趋势 谁能保证自己 还有强劲的收入却还待30年呢 尤其是很多90后 00后年轻一代 根本难以再被拉进楼市 我们来看看数据 根据最近的统计 2024年第三季度 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同比下降了7.4% 销售面积也进一步下滑 即便有一线城市的限购政策放松 效果仍不明显 房子的需求结构转变了 刚需人口趋近饱和 还有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 下降这些长期挑战 降这点利率 看起来是政策在脱底房市 实则不过是 在延缓房地产业的硬着路罢了 这边居民买房 企业借贷意愿有限 那这样的降息 对银行来说呢 别看大行们表面上配合政策 卖力降各种利率 但内心恐怕也是苦不堪言 银行的利润来源 主要来自于贷款利息 如今利率不断下降 LPR一降再降 这直接就影响了银行的利差空间 简单说吧 银行放了贷款 但收回的利息也变少了 尤其是在资产质量 逐渐恶化的当下 一旦经济放缓 中小企业还款能力跟不上 坏账增加 那银行的流动性压力可就大了 再看看 政府最近一边要银行继续放水 宽容企业贷款 另一边还要求银行 降企业存款利率 远低于当前的市场通胀水平 各位 这不是让银行割肉 是什么 今年9月 中国银行不良贷款率 一直维持在高达2%左右的水平 比预期还要高 银行的压力越来越大 这势必将影响其未来的运营安全性 以及整个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虽然目前降息的压力还能够勉强维持 但长期来看 这样的操作只会逐渐耗尽银行的风险承受能力 当越来越多的银行面临资产质量问题 收不回贷款 最后就会面临严重的资金链断裂危机 各位观众我们回顾一下中国的银行业 大家应该都知道 中国的银行业过去表现如何 可以说在金融危机之后 全球经济体系在低风险高杠杆的策略下迅速增长 而中国银行体系也迅速壮大 然而这种扩张的背后掩藏了许多问题 当前的LPR持续下调正是一个信号 预示着中国银行体系进入了风险逐步积累 无法忽视的时期 2023年以来 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上升 资产负债表开始显现压力 这些都是不容忽视的风险迹象 回过头来看 LPR的进一步下调只是暂时延缓了危机的来临 而并未真正解决金融体系内部的结构性问题 今天LPR大幅下调反映的不仅仅是短期的经济需要救援 更是折射出更为深层次的结构性经济问题 中国经济多年来以投资驱动型增长著称 大量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是增长的核心动力 然而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功过于求的现象 这种投资驱动型模式正在逼近其能够提供的边际效益极限 而未来增长的核心动力 内需目前仍表现低迷位主 居民消费水平受限 投资增速下滑 整个经济体接近明显的刚性强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这就让我们不得不回看中国的经济长期发展模式 过去几十年 中国的GDP增长速度全球瞩目 然而这样的增长很大程度上 依赖的是三驾马车 投资出口和消费的配合平衡 而今天这三方面都遇到了不可忽视的困境 依投资驱动失衡如前所述 中国的投资模式主要依赖于政府的大规模基建投资和房地产开发 然而在人口增长放缓 城市化进程激进饱和的背景下 继续大规模投资的边际效应不断降低 建设的基础设施或房地产项目 能带来多少实质性的消费和增长动力 这本身已经被严重高估 中国各大城市出现了大量的鬼城和空置商业楼盘 就是最明显的例证 二出口增长乏力 曾经一度支撑中国经济腾飞的外贸出口 如今失去了早些年的光辉 全球经济增速放缓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以及中美贸易战的阴霾尚未散去 这样的外部环境 使得中国出口增速 来以在线早年的高速增长 而同时 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 也使得中国的竞争优势不如过去 三消费动力减弱 原本应该是经济转型的关键 希望在内需市场 然而居民消费信心持续下降 这里的原因相当复杂 但归根结底就是 老百姓的钱越来越少 口袋不够深 房价高企 收入增速跟不上 还背负着巨大的房贷压力 这让很多人不敢花钱 不愿消费 究其根本 是整个国内消费市场信心的 极度维靡 以及收入分配结构 不均衡的长期问题 压迫着基层购买力 我们看看今年的数据 根据官方数据 2024年上半年 中国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 仅为5.1% 这远远赶不上物价和房价涨幅 尤其还有食品 能源等刚性需求的支出 占据了居民较大比重的收入 本应该用来促进 非必需品消费的收入被抽走 这进一步压抑了内需的扩大 所有这些结构性问题 积累到如今 LPR的大幅下调 实则是治标不治本的政策 救火 工具 简单来说 当前的中国经济体 已经陷入了需求持续不足 生产能力过剩 内需无法有效拉动的困境 央行向西看起来 像是一个有效的短期解决方案 但实际上 这只是止痛咬 延缓疼痛 而并非治愈疾病的良方 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 不在于利率高低 而在于结构性失衡和效率下降 简单理解 就是中国的经济引擎 已经变得老化 而金融当局和政府 却还在以维持当前发展模式 为目标去进行粗放性调控 除此之外 我们还可以透过 这次LPR的历史最大降幅 来理解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 那就是中国经济 可能已经进入了所谓的新常态 所谓新常态 其实说白了就是 经济增速长期徘徊在低位 并且还伴随着结构上的僵局 和衰退风险 2024年以来 中央银行和政府部门 推出的一系列政策 戴着稳增长的面具 但实际上效果十分有限 例如 减税减费 本是拉动企业投资 促进经济活力的举措 但减了半天 企业投资需求 依旧严重不足 原因没别的 高级的负债水平 和不断增长的经营成本 迫使企业不得不谨慎形势 至于老百姓那个角度 疫情后 报复性消费并未出现 取而代之的是 消费者手头更紧 尽管房贷利率看似下降 能给刚需族们 带来一些好处 但房地产市场 整体优势不在 空置率上升 让房地产长期作为 拉动中国经济增长 引擎的时代终结 此次LPR大幅调降 就是一个信号 当传统政策效力逐渐减弱 政府通过降本提效 来试图寻求经济增长的延续 而在这之后 压在市场经济头上的 经济杠杆和结构性因素的负压 将会为中国未来的发展 带来更大的挑战 放眼全球 当各国经济逐步走出 疫情后衰退危机 中国却有可能陷入长期停止期 减少利息 降低借贷成本 这样的方式 或许能短期内 给企业或个人减少压力 但如前面分析的 这并不能解决 长期的结构性问题 LPR的调降 看似能够缓解经济压力 降低社会融资成本 但实际上 这种做法只是延缓的问题 并不能根本解决 经济下行的风险 面对需求疲弱 消费信心低迷 房地产市场深陷泥潭 这次最大历史降幅背后 暴露的中国经济真相 说到这里 大家是如何看待 LPR最大历史降幅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和大家分享您的观点 好了 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点赞 分享 订阅 并点开小铃铛 选择全部 我是Boss 下期节目再见